我科普一下蓝莓的花语 蓝莓的花语就是说 我只爱你 若是男生送给女生蓝莓 就暗示爱情酸酸甜甜 表示彼此要永远在一起 不离不弃 过着酸酸甜甜的日子 有点牵抢吧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也觉得有点牵抢 好了 我今天第一个任务 就是用梅来造句 要说出带梅的土味情话 好 云龙你先开头 你果然还是没有放过我 太坏了你 果然还是没有放过我 我都不知道咋是 有那种牵抢吗 有那种不给你看 带梅的土味情况 草莓 树莓 蓝莓 蔓越莓 你今天想我了没 好 接下来我了 草莓 树莓 蓝莓 蔓越莓 没你不行 好 你们自由发挥吧 你俩是不是做功课了 对 我们导游们 当然得做功课 横莓 树莓 平莓 秀莓 秀莓就秀莱了 没你我会死 是不是很烂 很烂 大烂梗 怎么办 那我就改一个 你爱上我了没 你偷看我了没 偷看我了没 没 你喜欢我了没 对吧 如果这样的话 那没你我会倒霉 是不是 也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也可以 好 请各位用水果形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 我觉得Alan像是百香果 他就是看起来不笑的时候比较凶 就是外硬内软 不要怪我 我形容我老公是榴莲 为什么 因为又臭又硬 又臭又硬 又臭又硬 老婆 你的石头又臭又硬 老婆 你说的对 我是山竹 是啥 山竹是水果王后 然后榴莲是水果之王 妈呀 你们家两个人自封了是吧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国王 这个 土味情话 这个太土味情话了 我觉得老郑榴莲吧 他也 不是榴莲 生一场榴莲 好 鼓掌 这个也值得鼓掌 鼓掌 我们身心是在来梅是吗